在美国你可以刺杀总统 但千万不要去当警察 因为在这里 枪杀一名警察奖励五千 枪杀一名警监奖励两万 如果杀的是一名警部 奖金更是高达五万 面对如此高昂的赏金 平民窟的所有少年 纷纷拿起武器 加入到了这场猎杀的队伍当中 一瞬间 整个城市都陷入混乱 上百名的警察 也全部惨死街头 而这就是政府得罪大毒枭巴伯罗的下场 但更让人疯狂的是 巴伯罗不仅拥有一支四万人的军队 甚至还拥有着全美洲最大的私人动物园 鼎盛时期的财富 更是荣登福布斯排行榜 作用250万亿美元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他为了将面粉运到美国 竟直接开着飞机停在高速公路 一瞬间 所有的毒贩便开始上前哄抢 因为就在当时 巴伯罗掌握着全球80%的货源 想要拿到货品 就必须要经过他手 而且在哥伦比亚 一公斤的面粉只值七千 来到美国后 一公斤就能卖到15万 这赚钱的速度 简直比印钞机还快 于是他们每次运输货品 飞机都是一次性的 等警察赶来后 也没有任何办法 就这样 在成功打开全球市场之后 巴伯罗的生意也是一天比一天大 可就当一切顺利的时候 巴伯罗却犯了一个致命错误 那就是他想要洗白 想要竞选为国家的一员 不出意外 当身边的同伴听到巴伯罗的想法后 他们都感到不可思议 因为一个臭名昭著的毒贩 想要进入政坛简直是在做梦 可巴伯罗却不以为然 到了整整两千栋的楼房 接着又拿出了上千万美元 送给了负责选举的官员 不出所料 在之后的选举活动中 巴伯罗成功竞选 并成为了国会中的重要议员 然而仅仅过了一天 巴伯罗就被要求退出国会 只见一个年轻部长 当众就揭露出巴伯罗贩毒的事实 还说这样的人进入政坛 将会是国家的耻辱 面对司法部长的声声指控 台下的众人纷纷鼓掌 而巴伯罗的脸色则愈发难看 他灰溜溜地离开会场 心里也产生出一个可怕的想法 到了第二天 巴伯罗便派出他的杀手 直接在大街上 枪杀了反对他的司法部长 接着又抬着棺材 送给了国会的最高法官 面对赤裸裸的威胁 法官当场就被吓死 而巴伯罗的疯狂举动 也让政府直接举全国之力 打算彻底将他剿灭 甚至还联合美国政府 专门组建了一支特殊军队 凡是抓到和巴伯罗有过合作的 都会被直接处死 一时间 巴伯罗陷入了无尽的被动 只能暂时躲在一处深山老林 可在军方的不断搜索下 他们还是发现了巴伯罗的踪迹 而一场大战也即将上演